各位听众大家好 我是赵亚铭 继续给大家播讲 黄武军像历史人物列传 那么上次我们说到 彭德华所率领的西北军军 迅速南下 准备拿下宝击 那么胡东南盛文这边呢 也悄悄的把董昭的三个军 调回到关中地区 这样就呈现出国共双方 进行赛跑的局面 在这场赛跑的前半段 解放军明显明先 西北军各纵队 在1948年4月17日 就开始大举进发 由京和西北面 大举插向核武地带 而这些地区的国军 大都没有按照 西安随属所拟定的作战计划 及时到位 所以就让解放军各纵队 一开始就是长驱直入 如如无人之境 中路的一纵 当天就拿下了 巡异张鸿镇等地 完全击溃了当地 负责守卫的陕西保安第十九团 18日又渡过京和 及西滨县 隔日又拿下滨县 俘虏了当地国军守军 大约是2000多人 然后快速地就指向了 凤翔保鸡一线 又落了六纵 在17日当天 拿下了石田 18日 肃清了至长武一带 和京和北岸的据点 这个地区呢 只有少量的地方团队把守 大多数望风而逃 负责防御京和南岸的 青年军203师 这会成为国军第一线 唯一一支 比较有战斗力的正规部队 但这个师 只有两个团 而且刚刚是通过车运到达 还没有站稳脚跟 就和解放军的左路 发生了激烈交火 他们自然很难以抵御 来势汹汹的解放军 所以很快就被击溃了 永兽就此失手 京南的防线 被戳出了一个大洞 那么解放军左路 本来想继续扩大这个破洞 向东南方的前线进攻 但就此呢 遭到了西安方面所起飞的 各种战机的猛烈 轰炸和扫射 使得解放军前进的速度放缓 再加上这个时候 国军整编38 30 65师各部 正在前线的东南方向集结 这个情形呢 就让张东逊 决定修改原定的计划 变更路线 改为向西南方向 指导扶风 来控制铁路 并且加以破坏 然后再沿着 渭水北岸的公路前进 目标仍然是 拿下宝机 经过这几天的激战 这一路的解放军 击溃了刚刚开到了 整面38师 177旅的513团 顺利的在22日 夺下了扶风 23日呢 又西进 拿下了旗山 和蔡家坡等地 那么右路的 解放军六宗 在20日攻下了长武 22日 再下灵台 中路的一纵 也拿下了兵线之后 经过80多公里的 长距离奔袭 在23日 拿下了凤响 至此呢 西北远军 已经号称控制了 从浮风东南 到宝机以东的 长达75公里的铁路 宝机实际上 已经被解放军包围了 那宝机四面洞开 解放军的炮口 直指此地 宝机是关中盆地的 西面门户 龙海铁路的 西段大战 连接着通往四川 甘肃的公路 同时也是西安随属 当时最重要的 后方补给基地 此地的国军守军 名义上 是在此进行 整捕重建的 整面骑车有失 指挥官呢 则是 胡东南手下的汉将 在榆林战役中 表现良好的虚保 不过实际上 只有该师的师部 直属工兵营三个连 特务营两个连 资重兵营三个连 以及通讯兵营两个连 驻防 另外还有该线的保安团队 24日 宝机所守军得知凤翔失守 当天下午呢 由西安返回的徐宝 就召集各官长 商议部署 据说在会议上 宝机警卫司令刘进 他就主张 暂避解放军的锋芒 放弃宝机 退守保城公路 背靠秦岭来抵御解放军 但是徐宝拒绝了 表示要决心固守 除了催促西安随属方面 赶紧派整编第一军 前来增援之外 徐宝又进行了详细的防御部署 他命令师部 立刻由城外 撤至城内的中央银行大楼 工兵营的三个连 进入到城东的东宝子 特务营两个连 随着师部作战 其余非战斗人员随着警卫司令刘进撤退 各部到达定位之后 立刻以原有的工事作为基础 加以补强 同时分配弹药 务必要支撑到援军开导为止 就这样 宝机城下的雪战 在4月25日的深夜展开了 那么在余丁战役中表现突出的徐宝 现在仅凭着这么一点国军兵力和有限的火力 就打算扛下坚守宝机重镇的任务 25日晚10点钟左右 胡宗南就给徐宝发电报 表示他已经奠请青马方面 即刻出发增援 让徐宝放心坚守到底 26日上午9时 宝机城下的战斗进入高潮 张东训部的解放军一纵二纵麾下各旅 在猛烈的山炮火力的掩护之下 对宝机城西城北的机场 以及正东东北的城郊 展开了凶猛的冲锋 到了上午10点钟 解放军已经收拾了机场方面 保安团队的零行抵抗 然后就进行城内的巷战 当时徐宝把尸部 移住到城内的装甲列车上 当天晚上 解放军二纵358旅 沿着市区内的铁路进行扫荡 并且集中炮火 猛击该师师部所在的装甲列车 徐宝所在的车厢遭到击中 因人身负重伤 车上的官兵也开始陆续遭到解放军的俘虏 27日下午 保机战斗才完全暂告段落 徐宝在次日清晨伤重身亡 保机被解放军拿下 这是国军在盘中镇战役之后 又一次丧失了重要的补给基地 据解放军的战报 当时储存在保机的弹药 被俘等各项军品物资 可以供多达5个师的部队来使用 这对于解放军来说 本来应该是一个很大的收获 但是并非如此 因为国军有力的增援部队已经开道 按照事后彭德怀的分析 由于之前 四中并没有能够迅速的拿下前线 所以并没有让国军的203师受到重大打击 这也就使得西安方面 可以放心的命令各路援军 迅速的向保机移动 那么董昭的整编第一军 在4月23日利用一切交通工具 分别向惊仰 武功 保机 积进 二十四日下午 整编第一和整编第三十六师 已经先后抵达到武功附近 而整编六十五师 也在前线和203师的余部会合 那么整编七十六师 则由于侧翼暴露在浮风 骑山 凤翔的解放军部队之前 行进速度受阻 但此后三天 因为解放军高层 情报不明 所以这一代的解放军 居然按兵不动 这让国军其他各师 可以放手猛冲 4月27日 连续攻克了 监军阵 齐山等要地 而整编第一师的进展 尤为明显 他们在空军的火力配合 和掩护之下 已经挺进到了 距离保机 几约30公里左右的国阵 西北行为方面 已经在4月21日 电告南京的国府中央 青马整编八十二师主力 已经集结在了宁县西南 随时准备出动 入闪驻战 4月26日下午 该师在年轻的师长 马基元的率领之下 发挥了骑兵快速的特性 由平梁以东 以及西风镇一带 全力突进 这个时候保机方面的解放军 在27日下午之后 就发现 他们被国军东西两国大军夹击 已经陷入到不利的形势 第二天 整编65师已经夺回了凤翔 整编第一师收复了保机 当天陪偿会就命令整编76师第一旅 以车运的方式 及持至隆东 防止解放军吸撤 整编第一 36 65 38师继续攻击前进 而刚刚赶到的整编30师两个旅 绕过了勇兽 向常武前进 整编82师 也同时连续攻克了勇兽 巡逸 兵陷 29日 国军已经在企图堵截解放军北退之路 那么解放军则拼命的北撤 根据国军方面的记载 很多自保机带走的军物资 大量的被遗弃在道路的两旁 那么这是西北野人军战史上最艰苦的一战 彭德怀在4月28日清晨得知战局发生了突变 所以他立刻紧急决定放弃宝机 在带走以及销毁必要的物资之后 全军赶紧北撤 5月2日中午 解放军负责掩护主力撤退 由勇兽临有北来的六纵 终于在常武武里铺一线 被国军整编82师 以及整编第一师整编38师捕捉到 一场恶战随即展开 在猛烈的炮火 以及青马骑兵彪悍的猛烈冲杀之下 西北野人军六纵伤亡惨重 整个纵队几乎是全部被击溃 而当时彭德怀紧急下令 重建防线阻击的四纵 居然又不能准确的执行命令 这就造成国军整编第一军各失 可以继续的追击北进 5月5日晚间 解放军再次在萧金镇 屯子镇 栗镇 党员镇附近 被马骑元率领的整编82师堵截上 而国军的整编36师 65师 接连跟上 继而整编30师 38师 整编第一师等各部 也相继投入战斗 这形成了几乎是在番号上 六个国军的整编师 对阵不到三个解放军纵队的局面 而解放军能用的策略 也只能是且战且退 企图继续向东面全力突围 解放军这个时候 陷入到极度的苦战 稍有不慎就有可能全军覆没 那么张东迅亲自指挥 集结了一纵二纵 下令丢弃一切不必要的物资 集中炮火 向整编36师所负责的东面 拼死突围 虽然战况对解放军如此不利 而且西安方面呢 也不顾不稳定的天气 连番的出动空军进行猛烈的轰炸和扫射 但是整编36师连日以来 急行军的结果也暴露出来 官兵已经疲惫不堪 再加上整编36师在之前曾经遭遇过重创 现在的兵员大多数属于刚刚新募集的 因此战力有限 这就让解放军的大部队 终于在5月8日晚间 突破了整编36师的防守正面 由宁县附近往北迅速的突围而出 到5月9日下午 整编82师收复屯子镇 这场激烈的战斗才宣告完全终结 这是国军在1948年 能够稳住西北局势的重要战役 根据国军方面的统计 在这次长达三个州的 京卫河谷大战中 一共歼灭了解放军 27000人 俘虏超过3800人 而此前在宁县战役 和宝鸡尸首所失去的军需装备 夺回了不少 那么关于西北野人军的这次失利 彭德怀自己认为 他最大的失策 是没有能够认清 青马整编82师 整编65师 这些外来部队参战的决心 以及自己麾下 自重参战不利的缘故 但国军这边呢 因为主要的原因 是彭德怀在战略上 出现了失误 因为在宁川大胜之后 解放军的基本目标 是要扩大控制区 来解决粮食问题 所以彭德怀一开始的时候 是打算在洛川方面 打击国军的援军 能够进一步再歼灭 西安随属的一些战力 然后才进行攻城掠地 这也符合解放军 一贯的作战风格 但是洛川方面的 围城打员的企图落空了 这就打乱了彭德怀的计划 彭德怀率领西北远军 所发动的这一次春季攻势 应该是分为四个 彼此缓缓紧扣 互为条件的阶段 缺一步 遗传大胜 这是第一步 歼灭整備二十九军 算是第一阶段 那么包围落川 以图消灭整備第一军 这是第二个阶段 然后完全拿下黄龙山区 收复延 这是第三个阶段 第四个阶段呢 才是攻下宝级 进军垄冬 彭德怀的西北野人军 顺利完成了第一阶段 但是第二阶段 虎头舍尾 因为没有能够拿下落川 就更谈不到 歼灭西安随属 有可能派来的 董昭整边第一军 为首的援军 正是因为在第二阶段 出现了问题 所以第三阶段 基本上就是跳过去 等到打宝级的时候 才会遭到依然有着相当实力的 西安随属的部队 以及青马部队的痛击 结果差一点 遭到了灭领之灾 国军方面呢 能够在泥川大败之后 获得这场空前的胜利 有两支部队应居首攻 一个是聚首落川的 整编61缕 这支刚刚临时拼凑而成的部队 不仅挺住了西北野人军 数个纵队的猛攻 而且还成功的牵制到了 西北野人军的三纵 使得三纵没有能够参加精卫大战 而最后呢 还能和友军一起成功的撤退 那么临危不乱的旅长 杨寅环 不愧是一名优秀的战地指挥官 另外一支国军部队 就是整面82师 这支青马部队 继前一年 垄东河水战役后 再次建立大功 如果没有马纪元率领的整编82师 迅速的堵截住解放军北退之路 那么西安随属的援军 即使赶到 也只是收回几座空城罢了 这场作战之后 整编82师就成为了彭德怀 念念不忘的眼中钉 在之后的检讨时 彭德怀屡次提到整编82师 而这支部队的彪悍的作风 也给西北野人军的各级指挥员 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总之呢 京卫河谷大战 对当时战局急转直下的国民政府 有着很大的安定作用 在西北战场 能够有这样一场胜利 也至少可以提升 西安随属的一些士气 并且可以着手收复部分的失利 这也让西北解放军 想要一举拿下观众的企图 暂缓 那么在京卫河谷大战中 另外一个重要的因素 那就是胡东南和盛文 在没有抱紧国防部的情况下 将董昭的部队秘密撤回了关中 要知道在这场仗打完之后 蒋浩谷所许怒的 从山东空运回西安的国军 才陆续到达 而且呢 这些空运的部队 很多重武器是不能携带 所以只是配备轻武器 回到了陕西 正是胡东南和盛文 他们敢于 违抗国防部和蒋介石的命令 将董昭的部队撤回关中 这才在千军一发之中 挽救了国军的西北战场 而有意思的是 当监列石得知战场的情况 以及董昭的三国军 被撤回关中之后 他并没有追究这件事情 后来盛文回忆说 他认为监列石 这个时候已经知道 当初在南京 盛文和刘斐之间的激烈争执 盛文的话是对的 刘斐是错的 但这一切 已经挽救不了刘勘和整边29军的命运 而且在京卫河谷大战开打之前 盛文已经接到国防部 对他处分的命令 这是因为遗传大败 所以盛文曾经给监列石通电话 说他要回南京 接受调查和处分 我监列石告诉他 现在战况紧急 你暂时不要来 要知道这个时候 国防部对于盛文的处分命令是 隔职查办 押击南京 受军阀审判 胡同南的态度是 撤职留任 带队立功 那么盛文对监列石说的是 我已经没有职务了 我被革职了 监列石对他的命令是 不许离开 也就是说 你没职务 也得干 所以即使 经卫河谷这场仗打赢了 但盛文的身份 仍然是不明的 他就再度打电话 报告监列石 说他要去南京自行处分 那么因为这个时候 战局已经稳定了 对监列石 说我亲自派飞机去接你 盛文是在1948年4月20日 到达南京的 一下飞机 监列石就派车 把他直接接到了监列石的官邸 一到官邸 就是监列石和宋美龄一起 接近了盛文 当然宋美龄就对盛文说 你处置的很对 你很好 你的作战计划是正确的 老先生很了解 监列石自己不好亲口说这番话 只好由宋美龄替他说 监列石当时对盛文的态度 是根本没有想追究盛文的责任 可是盛文的对手刘斐 却不肯放过盛文 他要求立刻关押盛文 并且对盛文进行军法审判 那么当时官方部的军法处长 非常聪明 他在拟定了对盛文的审判计划之后 就报给了顾祝同 顾祝同更加聪明 他签了一个转成主席合适的批文 而监列石看过之后 则批上了盛文工作正做研究中的批文 可是刘斐仍然不肯罢休 他要组织审查小组 继续追责盛文 当时白中喜看到这种情况 说了一句挖口的话 他说 杀盛文可以 杀胡宗南最好 能杀两个人最好 杀不了两个 杀盛文也行 古拉已有典故 太子有罪 刑其师父 那么刘斐很快就找到了盛文的把柄 因为在西安 盛文批的公文 都是用他自己的名义下命令 不会用胡宗南的名义 因为盛文他敢于自己负责 同时呢 当时郭府中央规定 作战命令计划都必须经由参谋长附属 那么盛文为了表示尊重胡宗南 不敢和胡宗南并列 所以作战命令 一般盛文不附属 但是他愿意承担责任 在公式上 他也从来不用盛文带胡宗南签字这样的字样 只签盛文他自己的名字 那么刘斐就抓住这个把柄 说你看盛文这小子非常狂妄 所有命令都没有胡宗南三个字 都是他自己的 但是盛文表示 他签他自己的名字 表示他可以承担责任 而胡宗南也告诉刘斐的调查小组 这是他默许的 于是审查了一个月 还是没有确定的结论 而这个时候呢 顾祝同调任陆军组司令 他的位置陈诚接任 陈诚就问刘斐 你都调查小组怎么样了 已经审查一个月了 有没有结果 可是刘斐审查了半天 他最后发现刘刊和整备29军失败 这是因为刘刊并没有完全遵照盛文的指示去做 所以刘斐没办法 只好承报给陈诚 陈诚呢 就为蒋介石写了一个意见书 上面写道 查遗传会战 盛文毫无罪责 应与复职 于是蒋介石就下了一条手令 胡宗南盛文的彻职处分取消 那么在处分被取消之后 蒋介石曾经询问过盛文 是想回西北 还是留在南京 那么盛文这个时候呢 有点心灰意冷 他跟蒋介石说 他只想回他的老家湖南 他让他多年未见的老母亲 那么蒋介石就批准了盛文的这个请求 那么盛文刚回湖南 就受到了城前的邀请 希望他能够留在湖南 帮助城前 蒋介石为犹豫的时候 他又突然接到了南京方面的电报 让他迅速回南京 参加重要的军事会议 而这个军事会议呢 将会讨论西北战场国军的前途 那么这个会议上 到底做出了什么样的决定呢 我们下一集 再继续给大家讲